那您是哪里人啊 是广东潮汕人 听说潮汕的姑娘是最顾家最好的 对挺还是 这个说的还是挺对的 来北京有多久了 北京的话我是2019年中途 但是到21年的时候 回去深圳离探 22年再回来的就是去年 所以相当于在北京其实算了有4年 今年有多大可以投入 今年94年 94年的话应该是29 29看着不像啊 23的我倒信 看着小对吧 在这家公司工作有多久了 这家公司三年多 收入怎么样 收入的话 疫情前是OK的吧 对但是 今年刚刚又重新进来 目前属于在这边也是个新店 养客 这收入是一般的 一般一个月七八千 差不多吧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您从家乡来到北京 同学他也在澳加华 然后我之前不是在老家就觉得老家生活比较安逸嘛 对过于轻松安逸 后面就想着说要不要出来 有一天我们同学就跟我聊聊了他也在北京嘛 他就问我要不要来这里想要行啊 后面就就给自己做了一点思想工作和家人做一点思想工作 然后就就这样因为同学然后就来了 听说潮汕的女孩啊 人心中的女神的班的地位的呀 都是最好的 是吗 就是说潮汕女孩找男朋友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和要求吗 如果个人的话哈 我第一个比较看重他的责任心 第二个的话就是商官一定要符合的 如果你商官不符合的话 你会就经常吵架争论 嗯 但会很累 我觉得我在 我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特别大的分析 就是比如说咱俩玩的来 或者是看你一个同一个事情 说的来 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 尊重女性 这三点来说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一些 那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有啊 甘领症 老公了 亲生了 结婚了是吧 对 那你们结婚在北京买房了吗 买了 买了 对 阿姨那边在顺义买 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哈哈哈哈 几百万在北京买了 原来很高的 要彩礼了吗 给多少彩礼啊 嗯 还没有 还没有糖 对 但是我们那边其实也不会特别要收彩礼了 好像 即使有也是走个过层 像你们在 你们老家那一块 有彩礼这一说吗 或者是多少彩礼 有 有彩礼 就是大概的 其实是很普通 两三万也可以娶个老婆 对 但是 我们那边其实也不收 收的话 它其实也是 也会赔嫁过去是吧 对 也会给女儿或者是给 作为他们小家的一个钱啊 自己去创立一个小家 他一个资金 没有说特别收这个钱 就是给父母 然后给弟弟也没有没有 因为现在你也解婚了嘛 就男女之间就是婚姻这种幸福的 如何来相处的 幸福密集 陪伴呢 其实大家都很忙 在北京等会大家都很忙 但是呢 大家愿意抽出一点时间 把这个心思放在对方身上 一个在意 对 在乎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尽自己的能力 让对方开心一点啊 就是比如说 我做饭好吃一点 那我就会做他喜欢吃的做饭 那他可能 我就像他头脑比较好 聪明一点 他就会给我在我 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会给我解决一些问题 大概就是 简简单单吧 就没有特别多其他的 比如说 没有那么多事情 比较简单一些 对对不多 你家朝上来说到北方 算是远嫁了 你觉得远远嫁会有什么固力吗 固力在南肯定是会有 就是 就是也会想到说 那两个人 我那么远 然后万一两个人 真的不可能说都不吵架吧 对吧 可能有要吵架的时候 那吵架完之后 身边没有亲戚朋友 比如说你可能在父母身边 那你可能吵着架 你可以去找父母 或者是喝喝茶聊聊天 但在这边的话 可能圈子很小 可能小到几乎就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的话多少都会在这方面顾虑 那你结婚的时候 你的爸妈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 领证的时候 我爸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 哭了稀里哗啦的 对 不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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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还真是白酒席还没打 先领了个证 先领了证 对 领多久了 2月14号领 新年 新年 对 今年的 刚领了 真不舍 恭喜恭喜 谢谢 就因为已经领证了嘛 对于办这个仪式的话是怎么看 看个人吧 我办不办都可以 因为我本身也比较简单 我们那天是领了个证 然后就吃了个饭 然后就从老家回来了 回北京了 隔天继续工作 没有说特别的说想要仪式感 就是然后去吃个饭就行了 就有的女孩肯定会追求仪式感 当然有仪式感会更好 因为就那一天嘛 没有私证 我的话就没有说想要去办什么仪式感 您觉得现在的男女朋友啊 有时候很难走到最后的 谈着谈着就分手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八字不合吗 八字不合 或者是 还是要求太多 可能胀小部分吧 我觉得三观应该会比较 胀大部分一点 胀大部分 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 男生女生都能挣钱啊 只要不是特别酷 但是说分开的点 应该还是因为 三观这个问题 讲得好啊 哈哈哈哈 祝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好谢谢 好谢谢